如果不是這個想法 你就會將你的家庭和事業 就像敵人一樣 有這個出現,那個就不可以出現 你的創業就會是家破人亡 多謝你有問題 我記得當時兩個女兒很小 同時要創業 怎樣做? 首先我想和其他朋友分享 創業和家庭是沒有抵觸的 你的家庭和事業是沒有抵觸的 兩件事是可以同時做的 如果不是這個想法 你就會將你的家庭和事業 就像敵人一樣 有這個出現,那個就不可以出現 家庭出現就不可以有好事 不可以創業 你的創業就會是家破人亡 首先將這個謀誤你拿開它 反過來 你有沒有見過一些很成功的創業家 或者是有一個很好的事業的人 家庭好未滿,事業也好 是不是有很多 所以你決定怎樣看這件事很重要 永遠都是可以做到的 視乎你相不相信 如果你相信的時候 很簡單 我怎樣做呢 首先我會把我的時間分配好一點 我在一至六 我哪個時間我會做工作 我有某一天我會回去和女兒吃飯 我每天都會做一個家庭 我最多是他們在起床之前 我再做幾個小時 做事,增值自己 當他們起床之後 我和他們去玩 我做事的時候我非常投入 我100%投入 我不會想著兩個女兒 因為我知道如果我這樣分心 在公司就想著兩個女兒 和兩個女兒一起就想著公司那些事 基本上兩邊不是人 所以為什麼兩邊都做得不好 這個概念很重要 你在做工作那一刻 你的心情 你的集中力 只是在你工作上面那裏 反過來一模一樣 當你和你的小朋友 和你的家庭一起的時候 你的集中力 只是在你的小朋友 或者在你的家庭那裏 不要想公事 如果不是 在公司又想家 在家又找公司 兩邊拉來拉去 然後兩邊都做得不好 你看到嗎 投入活在當下 或者你經常都聽到這句話 是不是怎麼回事 活在當下 剛剛所說的就是 要不然你什麼都做不到 24小時很長 24小時可以做很多事情 如果你發覺 你是在困難你的事業和家庭 我可以告訴你 應該你的時間管理 做得不太好 量度一下平時你做事的時間 是不是專心一致做你面前的一件事 你有沒有策劃好 如果未來一兩個禮拜 有什麼時間 你一定要陪你家人 如果你說禮拜三 晚上八點鐘一定會吃飯 麻煩你把這個 八點鐘 禮拜三這個時間 寫在你的記錄 然後鎖死它 無論如何都不動 這就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如果不是 你就會把所有公司 凌駕所有的私事 這就是我如何平衡 我是不會妥協的 如果我要回來做這幾個小時 我是不會讓我私事 令到我的公司妥協的 兩方面都一模一樣 那你就不會說 是抵觸兩方面 兩方面你都做得好 OK 希望這個意見 或者我的經驗 可以幫到你 各位朋友 如果喜歡這個 ASPERANT的環節 記住記住 將它現在 分享出去 如果有什麼想跟我說 將你一段影片 你介紹自己 現在有什麼挑戰 寫到我們的 support.branchard.com 如果我看到你給我 那是一段影片 我回答你的機會就會很高 OK 下次見 加油